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最近新加坡海军下水了首艘 胜利级多用途战艇 Victory 这艘战舰外观看似低调 但其实它标志着新加坡海防战略的一次质变 因为这不仅是一艘新舰的诞生 更是一场关于国家安全 科技自主与区域定位的全面升级 过去新加坡的海军战略讲究守得住 但现在胜利好 但出现意味着我们开始要空得远 建长150米排水量8000吨 能连续执行任务21天 覆盖航程高达7000海里 换句话说这不再是一艘护岗舰 而是新加坡的区域级指挥舰 Victory的问世 等于告诉世界新加坡不止守一座岛 而是守整个航道 而这背后藏着新加坡安全思维 从防御海岸到掌控海域的战略跃迁 新加坡的防务一直以稳为主 早期海军重心是近海防御 保护本岛港口航道安全 但胜利好改变了这一切 它让新加坡的作战半径 从本岛周边直接跃升至 南中国海印度洋航线 这不仅是距离的延伸 更是战略思维的升级 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转口港之一 必须有能力保护航线 而非直守海岸 胜利好就是这种能力的具象化 它能在远海执行多任务 巡逻反潜情报侦察 甚至能在多国演训中担任指挥舰角色 过去我们防御威胁 现在我们掌控节奏 这艘舰象征着新加坡正式进入 远程控制多域作战的新时代 胜利好最厉害的地方不在吨位 而在脑子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舰 而是一艘智能系统舰 它整合了空中水面水下三层无人系统 无人侦察机 无人水面艇 无人潜航器 可以同时由舰上指挥中心协同操作 形成自我协作的作战网络 更重要的是 它采用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 噪音低 能耗少 还能为未来的高能武器提供电力支持 这意味着它不仅打得准 还能持续打 同时胜利好的模块化仓位设计 让它能根据任务快速更换模块 今天是返钱 明天是救援 后天可以变成无人系统指挥中心 一句话总结 这是一艘可升级 可演化能思考的海上AI平台 它的意义不只是国防技术突破 更是新加坡在智慧房屋领域迈出的关键一步 在东南亚海上局势日益复杂 无人化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胜利号的亮相释放出三层信号 第一 它代表新加坡的自主防卫信号 由新科工程自主建造 意味着新加坡已能独立设计 整合复杂作战系统 第二是 区域平衡信号 新加坡不追求扩军称霸 但强调自立自防 确保在复杂地区中维持威慑平衡 第三是 科技合作信号 凭借这艘舰的创新设计 新加坡有望成为亚洲的无人海战实验中心 吸引欧美日的科技合作 换句话说 胜利号不仅是一艘船 更是外交语言的一部分 它告诉世界 新加坡要的不只是安全感 而是话语权 这是一种小国大战略的体现 以科技为盾 以自立为毛 科技只是工具 战略才是核心 胜利号的诞生 不只是造舰成功 更象征着新加坡安全战略思维的进化 过去我们以防御为核心 讲求稳 如今我们以系统为核心 追求灵活联动前瞻 胜利号让新加坡在区域海上 安全格局中拥有了新的话语空间 也展现出小国如何以科技与智慧 赢得战略主动 一艘舰艇的下水 承载的是一座国家的信心 那是一种冷静自信并面向未来的力量 胜利号 它的名字或许不是偶然 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一次海军的胜利 更是一种国家思维的胜利 你对于这艘战舰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点赞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记得分享视频告诉你的朋友 新加坡正在定义全球海战的新规则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